今天來關注在新北市中和明德路 在早上十點多鐘發生自來水管破裂事件 當時店家用手機拍下 大馬路突然湧進了大量的水 而且積水更誇張的是路面還因此變形隆起 大馬路邊突然間不斷湧水電 開車一旁的老闆娘聽到碰碰聲 趕快跑出去看 過不到十分鐘湧水量越來越大 老闆娘趕快報警 警方斗闖線為封鎖線 用交通錘拉出警告區域 就怕人車經過發生意外 另外一個角度民眾手機全都入地層下線外 另外一邊路面還隆起 來不及宣洩的積水 就這樣流進一旁店家 有水這樣衝上來 中間下下去衝上來 兩根柱子直接是撐開的 然後水就直接一直灌進來 灌進來灌進來 六號下午在中和明德路 災水公司第一時間先關掉 治水閥 沒有多久就找出漏水原因 原來是水管破裂 雖然不會影響房屋安全 不過收復需要時間 必須先開挖再填補 導致約兩百戶暫時無水可用 店家最慘 因為是做汽車美容 沒有水生意也不用做了 我們就是擔心說會不會我們住戶之類的 然後經過車輛會有危險 鑑定房屋是否有安全的問題 是目前是跟我們講說是安全性是OK的 還好破掉了水管工人趕快把水閥關掉 沒有把漏水範圍再擴大 但突然的水管破裂 店家也說真的是頭一次遇到水閥成河 記者綜邦导